终于要去处理我最在意的这个颈纹了 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打过的医美最不痛的一个 我觉得我好像黄上之类的 我两天有这种感觉 嗨我是UNA 今天要去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我终于要去处理我最在意的这个颈纹了 你们应该也有发现到我这个颈纹非常的明显吧 那因为我这个是遗传天生的纹路 所以说我光靠保养瓶是真的很难让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所以我这次就想要去试试看医美的提可素 那看看能不能对我的颈纹有一些帮助啰 那就跟我一起出发吧 这次我到东门捷运站的卓和美学诊所 那诊所的风格是走一个明亮又温馨的路线 UNA你好我是吕医师 那今天来诊所想要看什么项目呢 我想要处理我的颈纹的部分 那你的颈纹大概从几岁的时候开始有注意到这个现象 20岁左右就有发明显了 那这样子的原因的话其实是代表说 我们的皮肤在我们的真皮层跟皮下脂肪层 它中间有一个比较紧的一个结构 那这是属于一个先天的状况 那我们通常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会希望在这个深的地方能够有一些支撑的东西 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填充剂主要是以玻尿酸为主 那但是我们在填充之后会发现很多病人 它其实就算是解决了这两条深的横向的颈纹 它在中间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细纹的状况 那这些没有办法处理掉的细纹 我们就希望借助一些热能的离气 来触及它的胶原蛋白的增生 去改善这些细纹的状况 就脖子稍微这样放轻松 冰冰的哦 皮肤不会感觉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 开始 这样可以吗 没感觉 哦哈 那就 如果你要休息的话跟我去 那都没有 没有反应 它的皮肤已经红了 到底我们在一起 想说怎么没反应 我想请问医师 它这个原理就是用热能 热能 对它其实是一个单纯的热能穿到 然后它的锥底不会真正的刺进皮肤 它是用推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 目前打过的医美最不痛的一个 这个是好事还是 真的不痛啊 完全没感觉 你要讲那个 the no pain no gain 然后看到伊娜这边有一些比较深的纹路 还有这个纹路中间的这个细纹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就会针对这边来讲一讲 好 因为它的热能会开始慢慢出来 我自己有对着镜子做眼睛周围 我会觉得很像 它很像辣椒水被拖到的感觉 但是我会觉得它其实热能释放出来的时候 女生会很开心 因为你知道那个皮肤都有在收紧 对 好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下来来做导致 我觉得我好像黄上之类的 我好像也有这种感觉 哪有人在帮我吹风 不好意思 王太后 先不要用酸类 不要用美白 不要用性角色的产品 我们玻尿酸 我成分可以擦上去 好 因为它这个六个小时之内 一嘴的很多都是打开的状况 主要是您的深层的那个横向的紧纹 它并没有凹陷到 我现在要去填填充剂的状况 再加上两条很像的纹路的中间 它其实还有很多细细的那些纹路 那个就没有办法完全靠谱尿酸来改善 所以你一个热能的仪器 能够刺激自己的胶原蛋白的增生 我想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只是因为它就会像我们非缩性的标程 或是像我们皮尿 其实本来就是要多次的 那间隔的话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可以做一次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垂点的闪 电脑扇可以让那个 我现在就换完了衣服 然后刚做完一个小时内 现在脖子上面是红红的 但是呢 已经完全没有感觉到会烫或是会痛 就是完全无感的状态 就是给你们看一下 那样的脖子 然后我这几天就是会再做一个记录 再跟大家报告啰 哈啰各位 今天是打完的第三天 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脖子 其实我刚打完回家的那一天 就差不多长这样了 只是那个结痂一点一点的 没有现在那么明显 那这两天我是觉得完全没有不舒服 就除了脖子摸起来 有点粗粗在结痂的感觉之外 是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结痂 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小小小小的 远看真的是看不太出来 那保养的部分我就是涂针索给我的药膏 然后加强保湿防晒就这样子简单就好 那我们就过几天再见咯 今天已经是我打完提可素的第16天了 那其实在第14天的时候 我脖子上面的结痂就已经掉的差不多了 拉近给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是觉得像这个大面积的这些皮肤啊 它的整个皮肤的纹理是有变得比较细致 但真的就像吕医师说的就是比较深的这个纹路啊 没有办法说真的一次就靠这种热能的疗程 就可以有很明显的改善 毕竟我现在是只有做了第一次嘛 那一般都是建议大概要做个三次左右 那我在第14天的时候有再到吕医师那边去回诊 那吕医师就有用那种专业高清的相机 帮我拍的前后对比图来对照 那医师的说法也是跟我自己的感觉一样 就是比较大面积的这个皮肤的细致度是有提升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不是像我一样这种天生的纹路 比较难处理 而是想要及早的去保养 维持住你整个脖子的好肤矿的话 是真的可以去尝试看看这个提可素 因为它整个过程我觉得它痛感是非常的低的 然后整个回家的术后的修复也超级简单 就只要擦药膏 然后再擦保湿再注重防晒就好了 也不用再另外做什么冰敷的动作 就真的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完全 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的感觉 那虽然脖子上面是会结痂 但是那个结痂你们之前也看到 就是超级超级小这样一粒一粒的 不要近看的话其实真的很难察觉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做完之后还蛮满意的 当然我自己也知道我这个天生的纹路又这么深 真的是没办法一次就改善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预防胜于治疗 你们要在真的出现这些很不可逆的纹路之前 就要及早的去保养 这样才可以维持一个更好的肤矿 最后我想要再称赞一下这次去的卓和美学诊所 他跟我以往去过的医美诊所还蛮不一样的 就是整个氛围是很温馨 然后所有的护理人员还有医师都是很亲切很亲切的那种 然后吕医师也真的是一位超级专业的医师 像我这一次只是去治疗脖子嘛 但他连脸部整个肤矿都有帮我用专业的机器拍照 然后还花时间在那边分析给我听 然后跟我解释我的肤矿什么的 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贴心 就是很无为不至的那种照顾 那这就是我这次打这个提可素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啰 那这影片就到这边啰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今天的影片 也别忘了不要按订阅啰 掰掰